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书法界的文化品位日益低下 这成了一个不争的现状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是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 所以它这个击中难返的原因就在于越来品位越低下 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就是整体的书法界的文化水平都很低 我曾经和很多朋友们大家在一起议论的时候 大概了解了一下书法界现在的文化状况 就如果按照学历说呀 平均不到高中水平 平均不到高中水平 当然有个别的啊 人家是这个硕士啊 博士啊等等啊 这个 但是有很多人 连初中水平都到不了 但是平均起来 超过高中水平 这是一个粗略的判断 那么这只是说按照现在的文化水平 这么衡量 如果我们一定要要求书法家必须古典文学水平应该非常好 要按照古典文学的水平 那么现在这些个书法家的平均水平啊 可能也都是在小学水平当中 多数的书法家 你给他一篇古文的话 他根本看不懂 你要他写手诗的话 那是那个非常难为他 所以大多数人都做不到 有的书家虽然经常的写点诗 那些歪诗啊都没法看 你看了之后觉得 哎呀恶心 咱们写的这么糟糕 多数人都不懂歌律 有些人呢 为了假装自己啊 这个有点古典文学基础 或者懂点诗词 就弄点评测呀 刀头明白一点 拿运输插几个运律 那么写手诗 那一点诗味都没有 就是整体的古典文学水平 低的就更可怜可怜的了 所以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对照一下古代的那些书法家 你吓得你出身冷汗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所知道的这些大书法家 哪一个人都是古典文学这方面的 有极高造诣的大师巨部 都是这些人 你像苏黄米才 你像春铁蜂流 欧言柳照 中章西线 我们随便说一个人 哪一个都是国家要员 都是这个这个大文豪 你要跟他们一比呀 就是我们现在古典文学水平 如果说他们是教授 我们是小学生 比这个差距还大 所以你要想让短时间之内 以古人的那个标准 让我们达到一个及格线上 这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因为文化日益的这个品类低下 它不是短时间之内 三年五年或者书家们 让大家多看看书 多读点古文等等 就可以解决 不是这个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只能从娃娃抓起 那就说 唯一的这个彻底的解决的方法 就是说复兴国学 这是当前的趋势 复兴国学 在中小学那里边 就得设两门课程 一个是国学 那么一个是书法 但书法本身也是国学的一个部分 我们单从这个文字方面 就是说读书 要读国学这个范畴的东西 让孩子们在这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承认这个现实 从五四运动以后 国学受到严重的迫害和挑衅 但是当时的那种 时代背景当中 提倡白话文也是应该的 不管胡适啊 傅思年啊 鲁迅啊 顾结刚等等这些大师们 他们提倡白话文是应该的 而且让白话文和文言文 并行不悖 也是对的 但是由于那个时间当中 有一个矫枉 必须过正的这个原因 所以这个等于是文言文 时间被淘汰了一样 那么今天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了 叫汪洋补牢 味为吃饭 那就在小学中学这个当中 设立国学课 设立书法 同时书法和国学 在娃娃时期打好基础之后 那么有望在二十年以后 那么书法界的文化品位低下的这个原因 就渐渐的能够得到解决 只能说好转 要说再跟古代是那样的话 可能二十年五十年也不容易做到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有朋友说 你总唠叨唠叨的提到什么古典文学 什么什么文化品位 你的字我看也不过如此 你讲的这些个文学的东西 也是很肤浅的 在这一点上 我很抱歉的跟网友朋友们说 我的水平很有限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写的不好 我的文学基础也很差 但是我知道在努力 那么就是亡羊补牢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书法界的朋友 认识不到这个问题 他认识读书跟写字没有关系 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而且他也不注意这方面的这个修养 所以他就任凭自然的这样 反正我是写字的 我每天就是撇完就竖 竖完就点那 每天就鼻墨指焰 跟我的关系 这就是说诗次歌赋 这个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古代的这个 厚如烟海的这些文学经典 与他们毫无关系 这就坏了 因此我反复的说 如果说书法是皮肉 那么文学是灵魂 失去了这个灵魂 你的点化结构等等 都是竖篮打水 一场空 那天老师 这个书谈文化品位日益低下 您觉得根源在哪里呢 这个根源呢 我们过去说过 今天再把这个问题招重的谈一谈 根源的问题就是现在啊 文人莫克两相宜 就是念书的不写字 写字的不念书 但是人们多数的把这个罪责呀 归于这个写字的人不念书 实际冤枉写字的人 现在我们刚才说的 现实状况是这样 写字的人呢 不念书 都没每天就是七余笔墨 实际上 书这个灵魂上的东西 他没有 表面看着是他们的问题 实际上冤枉了他们 真正的问题 是在那些念书人不写字 你为什么念书不写字 我举个例子说啊 我们南开大学 有上千名的教师 甚至我们 我们也相继统过 起码有数千人的教师 能写好字的 不用说跟古代的书法家相比 就说你能基本上通达书法 说不上精通书法 就是通达书法 能占什么 这个百分比呢 这么个比例书呢 千分之一左右 比如说 有五千名教师 超过五个人 能通达书法 这样都做不到 你想想 这不整个是个空白吗 说到这里 我们就 又提到清华大学的一件事情 清华大学的校长 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这个向大家介绍一篇书法作品 这个书法作品是小传 写的小传 传题 那么他向大家在介绍这篇传题的时候 他不懂得这是传书 他跟大家说 这是一篇小历 这就引起来一片哗然 很多人 蓬腐 很多人喷饭 笑得简直是欠和和 大家想一想 清华大学的校长 他真的不懂书法 但是当中他的其他的领域方面当中 是有极高建树 那都是世界的这个劝备 但是你作为清华大学 中国的最一流的这个这个 这个名牌大学 你校长对书法一无所知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我们感觉可笑在哪一点 比如真草力转的四体 都有大小 都有历书没有大小 你看事情多蹊跷 比如说草书 有大草 有小草 楷书 有大楷 有小楷 转书 有大转 有小转 都督历书 没有大历跟小历之分 你都说有大历吗 你说有小历吗 没有 这位校长先生 居然就说 这是一篇小历 你看看 你口误了还不要紧呢 你正说的一个空白点 正是没有的东西 你要说别的点 你说个小子 比如说明明是大楷 你说小楷 或者明明是大草 你说这是小楷 他起码有小楷这种名称 他正好说的一个空白点 没有小黎这么一说 他出了这么个词 引起一片哗然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这个从一点书法问题 说否定校长 没有这个意思 他的其他方面 肯定是权威 因为像复旦 南开 清华 这个北大 像这些大学的校长 都是这个领域 至少是在某个领域当中的权威人士 是世界著名的人 因此我们没有一点不尊重他的意思 但是就说在名牌大学当中 包括南开 北大 清华 尤其这三所学校 它是过去的西南联合大学 就是后来到重庆 转建的西南联合大学 所以始终被世界认为 这是中国一流代表性水平 写字人不读书 读书人不写字 文人不是默克 默克不是文人 而问题不是写字人不念书 是念书人不写字 念书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到大学 到这个这个硕士博士 博士后 一直到他发展成为教授 博导 都是在书法上一点没有研究 所以这些人 你想想 这些念书人不写字 才引起了书法界的这个文化品位 日以低下 这主要是他们的这个责任 你人家写字的人 人家可以有爱好吗 人家我就爱好写字 那由于你念书人不写字 那只有剩下就是写字人 他去这个不念书了 我们现在要求人写字必须念书 成绕口链了 那么就说 有时候是勉强人家 所以这个责任主要是在于这方面 那么这就是整个的一个教育体制问题 所以想改变这个问题 文人必须是默克 默克必须是文人 我们相反倒不如日本做得好 日本的像教授们 你的书法不及格 不能进身为教授 但在中国人没有这种制度 但是随着国学的日益普及复苏 书法又在很多的地区 特别在广东这一带 都是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小学当中啊 就开始把书法这个定为必修课了 这是个好的现象 随之而来 很多的地区现在都把书法在学校里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普及 但是我只是担心一点 在聘请教师当中一定要选中了合适的这个诗词 不然的话弄那帮金凯那些创造者们 去让他们当了小学教师 那真是让人不堪忧虑啊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虚字 这个虚就是必须的虚字 我们先写一下这个字的规范写法 这是对于规范的一种写法 写这三个品的时候 在左旁很少见 在右旁比较多 比如说光彩的彩啊 比如说这个形体的形啊 都右旁有着三品 我们已经介绍过再把它重复一下 这些三品 第一个要注意 这就是半仓风 一定要写出这样的坡度来 再看 是这样 不要写出这样 反复的说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要很齐 这是一品 注意 第二品 在这个腹部下笔 就是在这个地方下笔 我故意写出一点尖来 就让大家看清楚了 第三笔还是这样 在这腹部下笔 这样三个品 表面开始从腹部下笔是越写越斜的 实际它是正着的 注意看 一品 在腹部下笔 在腹部下笔 你看还是齐着的 在腹部下笔还是齐着的 你看这边 是直的 为什么呢 因为腹部下笔的这个尖锋 你看 虽然它在这下的笔 看这下的笔 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呢 它跟这是齐着的 所以 这是一个 书写的法则 但是 在古碑帖当中 这样写须字几乎没有 这种规范的写法几乎没有 而大多数人都把左方写成三点 注意看 这边是三个点 这三个点在点的时候呢 欧阳群经常是这样的 皮 一束笔 这样 这是欧阳群经常用的三点水的一种写法 那么刷三点水之后 说一刷右旁的叶子 这叶子在前面已经也说过 但是在这个地方比较重要 它是主要的一个位置 注意看 这一横不要太长 跟下方基本取平就可以了 这一瓶 这一瓶不要直接插入这么深 插入这么深就死了 这笔 姜在里面藏着 坡度在外面甩着漏着 这是讲究的 然后这一笔 千万这一瓶不要超过这一笔 这笔是挡住了皮尔的去路 然后这里面须比起 十笔回 注意看 一下两下 转下来 是这样 靠中间写 中间的短横 靠中间写 皮尔 尽量不要太靠左侧了 就中间这两横 再注意看一下 这是一个经常犯的毛病 就是经常这样写 太靠左侧 显得是字不稳定 这是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好 我们再写一遍 这个字的开述写法 最下方的这一横 要探出这框外 不要在这 不要这样写 说这样写 难看吗 错吗 也说得过去 但是你学哪个悲帖的时候 尽量跟人家 取法一致 渐渐你写熟练之后再说 但是一般的在说 楷书当中 探出框外 是比较规范的一种写法 因此首先应该掌握 看看这个须字的 兴书写法 一个是三天水 是这样的 这是兴书三天水的一个特点 右边这个叶子呢 是这样 单写的叶子就是这样 我们限制这个简化字 也是根据过去的兴书 这样写过来 也是背了简便 就把里边的 这些个横画都去掉 写起来 实在是很难看 但是写兴书 出来就很漂亮 再看 是这样 我们多写两遍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次的兴书写法 比如说必须两个字 这就很漂亮 当然我所说的这个漂亮 只是指的这个正确 并不是说我写的怎么怎么好 大家不要误解 看看这次草书的写法 这就是草书写法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啊 三天水和草书的不同 草书与兴书的之间的不同 看 兴书是这样 等于点了三个点 即使是不点三个点 这笔拉的也比较长 看出明显是三件水 草书呢 点了这点之后呢 下方很短就起来 就是越简便越好 起来 然后这上面的一二三 是这么过来的 所以这个一二三 就是三下 代表了很多很多的字 尤其是在右旁的 比如说右旁的月子 茜子 什么这个 这个叶 等等 都是用这个 这么一个关系来代表过来 偶然有不同 偶然有不同 就书家们也稍稍有点区别 比如写一个字 这个字 头 他这个拐弯呢 他好像是这样拐过来一下 有点还像那个 行书的叶子 这个地方 稍稍往外探出一点来 实际上 无所谓 就直接点这么三个点 这就是头 没关系 也是一样的 所以右旁的这三个点的一点 代表了很多很多的字 我们以后有些字里 还要再向大家介绍 再看一下这个草字的虚 轻盈 但这必须要向大家解释一个字 就是我们在写这个虚字的时候 在草书当中尽量把跟这个请字把它分开 因为草书当中 这就是请 他并不是写特别靠下 如果这样写的话 容易认得出来 还有的这个草书当中 就直接是这样的 这个请字也这样写 而且呢 这个虚字也这样写 他就下了一笔 本来这是不严格的 可是我们往往容易回笑 因此呢 我们在写这个字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 比如说写这个请字的时候 就是这样写 要让看到这点呢 写在树笔里边来 如果写这个虚字的时候 就要把它这样弄清楚 把这 这些字啊 尽量不让它混淆 那么所以 我时常的想念 或者说是怀念 于又任先生 他讲的标准草书 就是有那么多 那么多种的草书的写法 我们虽然介绍过很多 仍然希望草书 相对的规范一点 便于大家掌握 也便于大家认读 学习等等 这各方面会带来便利条件 因此 我怀念 于又任 怀念他的标准草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